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 AXA 养心分享 今天又是开心星期一 录影时是星期日晚 我最近是很高兴的 因为我们相聚一台 特别是相聚一刻 Spritual Money 开心养生本 以及其他所有节目 已经成功地搬家 已经全部在YouTube上看到 而且全部开放出来 现在正在分析 但仍然有很多后台工作 我现在正在做Filing 将它们分开不同档的Folder 让大家找得更容易 这也是长期的工作 因为排排一下就会 但是这样排好一点 所以好消息就是 所有节目已经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 除了部分 可能会差一集、差两集 Part 2不知去哪 否则是99.9的节目 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多事情做到难以想象 简直是海量 所以来到星期二晚 和星期六 我又再招募义工了 现在我们变成了免费台 变成了公益台 我就是这样说 真的做不完 不过是否公益台的东西 都做不完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种种种子的话 星期二晚就7点到10点左右 然后星期六下午2点到8点左右 每一场我需要大概4个义工 4个OK 4个5个都OK 多个4-5个就很难控制 所以太多人都不要太高兴 因为都达不及 如果大家想做好种子 又想出一份力的话 就非常欢迎大家WhatsApp我 5-7-4-1-6-8-6-9 5-7-4-1-6-8-6-9 其实现在我做了我自己的PA 因为我还没请到PA 这个就是Apple的电话 这个是我的电话 5-7-4-1是我的工作电话 大家不要打电话 不要WhatsApp和我聊天 我会不理睬你的 不要吃 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又在这儿聊我聊天 因为我真的很忙 真的充实到我怎样 小宝在这儿睡觉 小宝开工啊 开工啊 上去你的位置 哈哈 他睡得很软 anyway 最近很开心的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现在相聚的模式 就真的我想要的 就是所有节目可以在YouTube免费给人看 然后就招来 然后跟着以后的形式又怎样 就是做生意的就是搞活动 所以呢 未来我们是相当之多的会员活动的 以后我们会变成一个Club的 甚至乎到我再有空一点 我就会双聚会计时再换场地的时候 换大一点 我们就会直头是 我会想是在旺角 当然 然后就可以在下午开些打坐班 冥想班 不收费的 或者你自己随缘落座 或者上来写一下心经 或者上来就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 然后六个月之后我们寄回给你 或者一个月之后寄回给你 就是我会想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开心的事情太多了 那我们就正式会是11月11号 那你明白的 111111 是一个很特别的数码 那也是我小侄女的生日 哈哈 当我生命数字 生命密码这么多1的人 其实是自我到包的 但anyway 不要说这些了 那我现在定了11月11号 就是我们相续一台 再次重新的开始了 又从头出发了 那然后我们主要是一个会员的生意 那我们会招募会员的 那由现在开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11月底 可能12月底 那全部都是699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永久会员 永久会员 那然后过了今年之后呢 就是过了12月31号之后呢 是加价啦 还是说会员会变回一年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不会永久的了 那还有呢 现在呢 成为会员的话呢 是非常之傻的 那第一呢 就是我们会 就是 以后很多活动都 因为我们的活动 通常都是30人60人 那样 那你要跟回政府的限聚令 那所以变了呢 如果你是 我们一定是先招收会员 那然后就是 有位置静了 才再收 就是其他我们叫街客 是不是 或者是 在看YouTube的你 那如果是之前 已经是入了我们两年 就是给了两年钱的话呢 就会成为我们的白金会员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 总之是永远都有位 就算没有位 我也会给你个位 还有白金会员 就可以带一些 你自己的 爸爸妈妈 家人 来 不是会员 非会员的人 来去参加你的活动 那首先说说 第一个活动是什么 放心吧 我待会有东西说的 有东西分享的 那第一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重新再开台 那好消息就是 我们10月18号就正式又开始录影了 那以后又会恢復录影 即是逢星期一有双聚啊 或者是 spiritual money 或者开心养生馆啊 或者甚至乎kiss kiss 这类的节目 那第一集呢 我找到这个嘉宾呢 哈 就正了 其实我一直想访问他 那之前呢 就 时间没到啦 timing没到啦 所以呢 嗯 就找不到他 就 即是 又接触不到他啦 那然后接着呢 惊人地 总之anyway 困难重重 结果就是 哈 不可以的 胎死腹中的 那最近呢 我竟然找到这个嘉宾呢 就 一个我很欣赏啊 就是你听我经常说 淺BB 淺BB 那位啦 那样 那他是 而且 那好消息是 他竟然在香港啦 我不知道啦 原来他是 我以为是要在Zoom做访问 结果不是他在香港啦 所以幸运到不得了 那然后呢 陆陆陆陆呢 我就会有不同的嘉宾 在我心目中呢 就会 就是 哈 会上来接受访问的啦 包括我自己的土地 行政的老师啦 阿Franklin Franklin Au 他是一个宝藏来的 今年他都七十几岁啦 那在这个土地行政 土地满华那里很多年啦 那你说 相聚 不是新心灵台来的吗 干嘛做土地行政 你不要忘记 其实 新心灵的要吃饭 新心灵的要有钱的嘛 大家知不知道 最好自负是什么呢 当然是土地啦 其次就是金银和铁石 钻石石油 输油管啦 是不是 那 我会请老师上来接受访问的 那又陆陆陆 有些不同的节目出现 会有些新品种的节目出来的 例如是汉服 那我认识一个 我叫妹妹仔啦 二十多岁的 他们是专营汉服的一个生意的 那我在想 怎样可以访问他 因为这个女孩实在很有料 她对于汉服是非常之在行的 甚至乎我会想 以后呢 明年 农历新年 我们可不可以搞个汉服日呢 搞个相聚的party 汉服日 然后找一间酒楼一起吃个饭 那行不行呢 是不是很开心啊 那以后相聚呢 就会有很多party 饭局啊 seminar workshop 一定有啦 学神网台主持训练员 一定有啦 口床训练班 一定有啦 这些我们真是 找吃的 灑街的东西 然后就是 我希望做到就是 由几百个会员 去到几千个 然后几万个 甚至乎十几万 那就真的会有一个 一火势力出现啦 这样 OK 唉 非常之开心的 所以十一月十一号 就因为它是星期四 那我们那天呢 就未必有节目的 那我就会 退后几天呢 就是十一月十四号 星期日的下午 十一月十四号 星期日的下午 就会又是在我们的老地方 葵兴那里呢 就会搞我们的开台party啦 那既然开台的话 那当然有个题目啦 那我想了很久 做什么好呢 那我第一炮呢 就会是再做回这个 一切从银开始的 一切从银开始 OK 那如果你是 我们那年 我记得两年前 我们收是499的 499的 都是很便宜的 因为你说的 赚钱的话 教你赚钱 不会是便宜的 然后呢 就正价499啦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 就299而已 那就半价多一点啦 那如果你不来现场 譬如说是海外的会员 我们只是收你99而已 那有什么不同呢 那当然啦 99的就没得抽奖啦 是吧 那现场会员就会抽奖啦 那我就已经 找了我的好朋友 帝丰的这个 CEO Henry Henry呢 就又识他送出这个银币 小银条 那样的啦 那他呢 就是呢 真是手松的 上次呢 我问他 他问我 我问Henry 可不可以过来呢 送一下东西给我们的 商聚派对的会员 他说可以 要多少呢 他问我要多少 结果是带来呢 我也不好意思 是多到呢 他说你出声就行了 这些什么 结果是送了一个重礼 一条小银条 还有是很多个银币 好像每十个人一个 还是每六个人 已经有一个抽中 那不算是很值钱的 200多元是不是 喂 都开心啊 中奖这件事是开心的嘛 那还有我们认识 其实也算是认识很多人 那就可以呢 吹鸡呢 很多人会送东西过来的 那当然呢 抽奖一向都是我们的 highlight的啦 那所以大家 记住你的日子 11月14日 下午2 3点至6点 这样 地方就攀兴啦 那如果你去过的话 你也知道去哪里 去得多的话 其实你都熟的了 我们又不喜欢转场 转来转去的 那那个场比较 就是宽敞 舒服 近洗手间 用惯用熟 就非常开心的 这样 然后呢 12月呢 就近聖诞呢 就因为我有其中一个partner 就是一个导师来的 而且呢 他对于营地非常熟悉 那么呢 就最近呢 就 政府将会有一个新的营地呢 就是这个东涌 不是东涌不是新的 赤柱那个是新的 那然后赤柱那个呢 就可能呢 我们可以呢 就喝到头淡汤 在他未open之前呢 我们可以可能 可能而已 就可以呢 用到他的场地呢 就是 试容 那样 就新到 我看了照片了 哇 美到一个点 超级美啊 全海景的房啊 那样 和所有东西新的嘛 那然后呢 聖诞期间呢 那现在已经在订阅了 就是 我们会开一个呢 聖诞的向宇宙下订单的party 而这个party呢 亦是我们首次呢 是会过夜的 就会over night的 就会在 那场地是东涌 那会有三十人 那然后呢 就可能就是 他 因为我未去过 那里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会开 晚上就会开这个 睡衣party 是不是 然后呢 下午做什么呢 就会向宇就下订单 是不是呢 这么漂亮的场子 不下订单就笨了 那我告诉你 就是上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 这个将军澳那个营地呢 搞的向宇宙下订单呢 就有几位朋友 告诉我 其中两位呢 就是我们 读书会的中坚分子来的 就是 当时两位呢 都是下张订单呢 是找工的 那然后 现在两位呢 都是已经重新找过工的了 就是已经正在新工了 那然后 他们两个告诉我 一个就说呢 他当日呢 写在这个list里的 那些条件呢 是全部中了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八成中了的 那你明不明白呢 那当然啦 你看书也可以的 那然后 你自己下订单也可以的 但是 怎样似得 在我们的场上 OK 有我的加持 是不是 哈哈 有大自然的加持 然后 就是大家一起 众志成城下的订单呢 那个历水是差很远的 那这样 那么 详细日子呢 就迟些才公布啦 因为所有都是现在才谈的 那然后呢 哼 要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非常多东西玩的东西 那然后 还有 那我们未来的月底 啊 最后那个周末呢 就是 学神网台主持训练营开始了 那以后呢 那我们会搞多些 关于people skills sorry future skills 的课程 譬如说 我们学神网台主持训练营 口才训练班 那然后 然后也会在外面 请一些导师 譬如以前的Amanda Wong 那样 教大家一些future skills 因为 v混混的东西呢 我就不是不购买 我也购买的 那我也在考虑 就会是 开完神功的 这个 课程的workshop 就是大家 可以自己和自己看 或者大家和亲朋的朋友 看一下 那事关呢 就是 袁神功的 我的好朋友 兼现在非常熟悉的 这个 郑桂莲老师呢 她的老师呢 就有意来香港开班的 那样 就恋我合作 那样 那我招生他教啦 那我都好 对袁神功都很有兴趣 因为 我都是看了袁神功之后呢 我自己的人生很大改变 譬如相对现在变成这样的话 其实exactly 你回回头 就是我袁神功的初心 就是想这样 那还有因为我自己没什么玩 所以我就很想 相对 节目是可以免费 sodak可以利众生 大家可以 因为有些人真的 他either他不懂用我们的网站 或者他连699都没有 或者很紧 或者是不方便 那sodak他可以想 一click就click到的话 那我们可以 那我中大量 我会善种子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搞活动 我都玩买一份 对不对 就是事情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学神网和主持训练营 明年一定会加价 那因为呢 今年呢 除了就是 我请了中原 啊 中原做我们的scast speaker 付钱 所以这些不是拍摸 所以他们一定是交足货的 那中原呢 就会说什么呢 就是YouTube趋势 盈利的来源 推广方法 演算法 演算法 演算法的趋势 另外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资料搜集方法 就是例如互联网 图书馆 一手资料 授官 授官 授官访问 问卷 那类找题目 那这个是中原呢 他的那个 题目的 那另外呢 我就请了另一个高人呢 他就是social media 直接做这个生意 专闭一些 就是明星 歌星 artist 是帮我们做推广的 那他就会教我们 怎样去做setting 那我就说 我跟他学了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吃饭的时候 哇 大开眼界 其实大家不要说 经济好 或者经济不好 当大家学了些 不如我一边听他说 我觉得他的资料 就是把我全身的细胞 换成 我突然觉得 哇 正啊 我又要重新上路了 那虽然都拍了一千集 又不是说走错了路 不过 现在你知道一条更加漂亮的路 OK 那当然是走一条更加漂亮的路 那 那我们学费是没有加到的 但是就这些 这些speaker 我是另外要付钱 请他们的 那然后另外 还有东西 就是 阿中原 他之前呢 就来和我们说了一场 是关于 仪器的 譬如你做YouTuber 有些什么仪器可以帮到你呢 有些什么是 越便宜越好 又便宜又有用 以至于大家想做YouTuber 或者想做这个网台主持 是不要浪费了钱的 要不要买这个大大的光 那些打灯的 像我现在是没有说过冤 所以呢 今次这个seminar 是非常地含金量是超高的 我会私盡温身解数 我就会讲台前的东西 那你怎样拍一个好的访问 怎样讲话 你怎样去配合你的商 你商业那方面的运用 你想卖些什么东西 怎样可以 卖了都没人知道 别人要给你生意的 那这些是比较我的强项 那所以 去到明年的话 那就会除了教的东西之外 那我们又会不断地 叫speaker 有质素的speaker 来share 所以 学神网台主持训练 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那所以大家 就快点报名了 那我们明年是会再微调加价 那这样的 那早点上就好了 那如果你本身也是做YouTuber 或者你是有东西买开的话 那就快点上吧 那如果你说不是 我都没东西卖 学定都没死的 不要等到有一天 没了份工了 然后你又要玩这个 魷魚游戏 那样 被人来宰割 那样 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就好了 是吧 那样 好 那讲到这里了 还有什么要讲呢 差不多了 那今天呢 我就想和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下 因为最近呢 这个 十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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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分 终之入正题了 因为最近呢 我不断在做幕后的东西 相对把东西搬回YouTube 那奇迹地呢 在很短的时间呢 我们把所有东西搬上去 更新过去 那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做的 譬如是 要补回内容 设定一些广告位 我在想 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广告费 不是收到很多 但是呢 我就发现 如果我可以 真的 我们的生意做得有色有色的话 我会考虑 所有YouTube的片 全部广告都 删除了它 所以大家呢 就会看得非常之 称心满意 但是因为其实 譬如 我也很想出粮啊 大哥 八百做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呢 又给了一百几十万出去 然后跟着呢 Awerna 我们的监制呢 他现在是有居马费的 就不多 那你没理由 义工转了做 有居马费 现在又反过来 不给居马费人来 所以赚钱也是很应该的 ok 然后anyway 最近看了很多YouTube 我们拍的相聚的片 就由呢 EP1开始听 EP1就是周华山博士和中原 然后呢 我听到呢 EP33就是呢 这个是 Dr. Red Chan 就是 陈美雄博士 陈美雄博士 也是 自在写的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人 那一集呢 叫做 《五湖四海任军厂》 我以前改的名字很长 《五湖四海任军厂》 《高卦繁逢志在餐》 这样 哈哈 其实是在网上找回来 这样 这一集呢 哎呀 给到我 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安慰啦 还有是 其实呢 这几年呢 是忙到很多节目呢 我录完之后呢 是没有再看过 特别是近这百多集 一百集 是就完全没有时间看过 这件事很错的 上一集我不是说了 其实我们是需要 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喝一杯人生的美酒 那我再听回这集数的时候呢 我发觉 它解决了我很多内心的问题 譬如这一集 啊 啊 EB33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的频道 然后就找什么呢 双序 OK Folder 1 第一个Folder OK 一 双序一刻 这样 然后找EP33 或者直接打 双序一刻 EP33 那这一集就会彈出来了 这一集呢 是我们呢 历史上呢 时间最长的其中一集来的 说的是 两个钟头有多 两个钟头八分钟 那有三集呢 都是over两个钟的 这些集数呢 就跟老高与小末 或者现在的节目是很不同的 就是现在的节目呢 是全部的呼吸位剪了去 OK 然后跟着呢 又加快了 那 但是这一集呢 是我们以前的旧 即是旧派的这个 即是访问呢 就是 大家在这里讲一下心事啊 你又讲一下感受啊 我又讲一下感受啊 那然后当然呢 相聚呢 一直以来呢 最好听的就是 Part3 第三part 因为第一part呢 即是我们的备访嘉宾呢 会比较紧张啦 有少少不知所措啦 未曾习惯在咪里讲话 对着镜头讲话啦 讲到第二部分呢 Part2呢 就会开始自然啦 开始真情流露啦 讲到Part 第三part的话呢 就开始讲到 停不了嘴啦 不再怕丑啦 好想讲话啦 所以第三part 永远是这么多节目里面最好听 如果有第四part的话 那第四part又会更加好听啦 那好了 那讲到第三part呢 最后那半个钟呢 那陈鸿博士呢 阿Rack呢 他就讲到呢 他很喜欢看这本书 OK 这本书呢 他就讲到呢 有一位 有一个外籍的人士啦 那这样 那因为家里不是很开心啦 那童年是很坎坎啦 那然后就误入歧途的 那误入歧途之后呢 就误入歧途之后呢 就误入贩毒啦 那这样 那于是乎呢 后来呢 就被人收监 就去了 曼玛 就被人收监 在东南亚那些 很落后的地方的监狱 那进去监狱之后呢 就当然啦 就被人拳打脚踢啦 然后就被人虎待 虐待啦 虐待他啦 然后他坐监 那说的十三年 他坐了很多年监的 他就误到很多道理出来 他误到很多道理出来 就是 然后意思是 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呢 就写了他第一本书 OK 那本书呢 是九十页 九八页 sorry Rack借给我看 哇不用了 我不会看到的 我们有ADD的人 我不会敢看 这个是我的前切 OK Rack借给我看啦 看第一页 就不捨得放手了 我不会开这本书 我受不了 Anyway 这本书 用了这位作者 十三年的时间来写 然后他就说 在肉中的各样的 灵性的顿悟 OK 然后十三年之后 十三年之后 十三年写完之后 就被那些肉桌 用火烧了整本 九八页全部都烧了 留在九八页 不是九八章子 是现在的本书 厚厚厚厚 八八 是九八由 然后他重新写过 重新再写过 第二版 又被那 chest肉所再烧了 改变第三版 然后这次就成功写过 以及出版了 然后他那个手稿 是熱熱都是血的 因為他是長期被人虐待他 打他 然後他裡面說的就是 現在是 22分 42秒正式進入 主題就是什麼呢 一個人什麼才叫自由 自由是什麼 讓我記下 22分 40分正題 OK 這樣 OK 然後 一個人他的自由 以及他的腹足 不是在於你擁有多少 我曾經擁有過很多 而在看節目的你 可能你曾經擁有很多東西 或者你現在都擁有很多東西 例如是四仔 四仔就不是好色的東西 而是屋仔、車仔、老公仔、老婆仔、兒仔 OK 所有你擁有的東西 擁有的東西越多 你不一定是越快樂 如果擁有的東西越多 越快樂的話 那些有儲存癖的人 就應該很快樂 其實不是的 有儲存癖的人 通常都是精神有問題 不可以讓他以前 極度沒有安全感 還記住以前小時候的那種貧乏 所以他才會儲存癖 其實人是越少東西越開心 我現在都是盡量減好 但是減極有限 我家裡都很少東西 上來坐的朋友都會說 你家裡很少東西 好了 講了22分 先喝杯水 然後跟著 人的附足 不是在外面 在裡面 OK 什麼叫內在平安呢 內在平安 當然第一層就是 你衣食住行 各樣都富足 這個是 好像我們總之法則所說 就是 你首先有足夠餘空氣搬的 餘養氣搬的 金錢 就是 你喜歡吃什麼 穿什麼 去哪裡 做什麼 做不做 上班不上班 你有自由 這是一個自由 第二就是有愛情 有人跟你分享你的生命 有人跟你去分憂 有人跟你去分喜 分擔你的開心 不是分擔 分擔你的憂慮 然後就是 有健康的身體 是不是 第四樣是什麼 就是 有內在平安 OK 最近 我的內在平安 就是有點搖動的 所以呢 很有趣就是 我自己創造了一個Library 出來 我自己創造了一個訪問的Library 一些專家的Library 我是哪裡都不用去 我不用上YouTube找 我只要記回 咦 那集有料到 我就找回那集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答案 所以相對 拜這個總之法則 其實我們做過任何事情 第一個受惠的就是我們自己 然後 然後 這個作者 他坐在監 他問自己 他有這樣的狀況 他不可以出去 你不可以吃得很好 甚至乎那個監倉 你知道亞洲區的那些 黎巴嫩 在哪裡呢 那間 醒不起來 一時 是一些很細的 很骯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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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Midnight Express》 那些電影 記得以前有一部電影 叫做《Midnight Express》 討好 大《Midnight Express》 回到就 Vit swap 小黃黃安 然後 然後他發現 在他極度痛苦之餘 他想,其實我也是自由的 什麼自由呢? 就是他有自由去選擇 去生氣這些獄卒 去憎恨他們,討厭他們,恨他們 他也可以選擇 就是我不給這些人 我不憎恨他們,我原諒他們 因為他的獄卒只是做你要做的事 就是虐待他,逼他 因為他做錯事,你先犯毒 有些國家不能犯毒 大哥,會把你問吊,槍斃 B流離,就糟糕了 然後他選擇 我可以選擇,原諒他們 然後在這件事上 他得到了內在平安 當然,到了他寫第三版的時候 這本書可以出版 還有他現在這個作者 都是有好結果的 現在是過著很好的日子 然後我想這件事就是 我自己本身其實 應該都不差 以前好像我們六十後那樣 有多少人上了大學呢 雖然那間就不是HKUCU 我也不是讀醫生讀律師 但是我可以讀到自己喜歡的科目 設計 advertising 廣告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但是偏偏我的命格 有很多挑戰 經常高峰跌下來 經常感情失落 愛了這麼多次 都是無疾而終 還未曾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有一個很愛我的人 然後就是經常被人出賣 最近又經歷一次 很心痛的被人出賣 就是 詳情不說 所以有人跟我說 我想轉行 我怎麼轉行 他很不開心 最近認識了一個朋友 做教育的 他很想走 你想做什麼 他想做輔導 輔導 你讀了兩個Degree 都是在這個教育的 你現在想轉紅做輔導 你轉行做輔導的話 你又要由頭讀個書 你頭尾 你計算起碼四五年 那 讀得你一元份 還有現在有錢 買銀 二十二個幾個盎司 還讀什麼書 現在讀得多 不一定有用 老闆 學投資 然後 然後 其實原因是什麼 就是 因為他 經常被人欺負 其實不是被人欺負 沒有人欺負他 而是每一次有事發生的時候 他都不發聲 不為自己去 take a stand 不為自己去 去有一個立場 然後 那些人就會 當你一個人沒有立場的時候 人家就會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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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踩 所以他需要做的事 不是去轉工 而是要改變態度 就是 我以後要開始 表達一下自己 如果我不用憤怒 我不用眼淚的話 我可不可以正正經經 堂而皇之地 去將一件事講清楚呢 就是 我喜歡這樣 我不喜歡這樣 你這樣踩到我的尾 我覺得不可以 這樣 可不可以呢 而是 因為你轉個環境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的 然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搞錯 轉了行李花了這麼多錢 現在真的一貧如洗了 又讀了兩個Degree 一兩個Degree 然後跟著 所有的錢都沒有了 輸了卡來讀書 然後你發覺 第一份新工 所有以前見到的那些 壞蛋 那些 那些 那些壞人賤人 全部是用另一個身體 化身 再出現過 當然 因為是你的頭射 是你的頭射 當然會這樣發生 然後 我的選擇是 我選擇 我不再被這件事困擾我 我選擇 我亦都不可以在過往 曾經出賣過我的人 離棄我的人 放棄我的人 看不起我的人 踐踏過我的人 去影響我以後的工作 影響我 決定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這個想法 OK 這個 令到我有很大的內在平安 現在我們 身處一個時間 OK 久不久有人跟我說 Esther 其實Vincent Pan說的 是否會成真的 加州是不是真的大地震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 誰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2012年10月21日 舊話會黑暗大三天 然後 世界會怎樣怎樣 沒有發生過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看Vincent Pan的節目 然後大罵那些 就是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那就好 你真的想發生嗎 我 我也想這些銀升 但是這些銀升的話 唉 就世界 就大亂了 那我也想去 這個 我就想我不加念下去的 如果它要爆升 升 它不升 我就hold住它 沒什麼所謂的 我又不是有多少課 我又不是真的認真大戶人家 我這些濕星 小小市民而已 這樣 還有 其實想發達的話 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是不是 你不是以為 走一身心靈之後 什麼都不用做 坐在那裡繞腳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走一身心靈的話 你不動的話 其實你的腦 要不斷去work out 不斷去蟬修 不斷去visualize 其實很累的 所以不如下手下腳做好 這樣 下手下腳做 身體力行的話 人很開心 只是靠visualize 其實更辛苦更累 你狂吃朱古力也不會肥的 這樣 因為用了你太多能量 所以 如果 你的人生 現在都是 面對著某些的衝擊 某些的挑戰 某些的不愉快事件的話 可能你也可以 回去聽我們這個節目 相聚一刻 EP33 EP是episode 即是第幾集 EP33 就是陳鴻博士的 這個 還有大家可能要用一點心機 聽就是 不要打算skip了它 然後只去最後半個小時 那你會什麼都聽不到 聽網台節目 跟看韓劇一樣 你不可以skip了前面那些 你覺得無聊 或者設定 或者設定 因為那些前面的 所謂比較節奏慢一些 或者知道性的東西 是令到最後一集最好看的 我看韓劇是這樣看的 先看第一集 第一集看好不好看 如果我覺得好看 看完第一集的話 我不看第二集的 我會馬上飛去看最多的那集 結局這樣 然後怎樣 當我知道結局 誰會死 誰在 誰跟誰相亂成功 誰有不好的結果 然後我才很安樂地看中間那幾十集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是會這樣 我看書也會這樣 跳到最後的 chapter 看看說什麼 然後再回頭 我就覺得 我知道有什麼在等我 OK control freak是這樣 OK 好了 說到這裏 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補充呢 還有很多東西想說的 不過說到這裏 不說那麼多了 所以大家 如果有任何的查詢 暫時可以打 Whatsapp這個 57416869 57416869 直接是我的work phone 用回舊的也可以 我這個就比較直接 OK 我們的網台很快 我們的網站就會不用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在那裡入會了 如果入會的話 都是Whatsapp我 這個 誰好呢 都是剛才的 57416869 直到 直到我找到PA為止 然後 就可以直接入錢 到我們公司的戶口 就是相助一台的戶口 然後我就會記下你的資料 但凡是現在這個時候 入的 當然是永久會員 會有很多好處 可以參加我們的節目 可以嗎 好 講到這裏 如果想參加我們的學生網台 主持訓練營的話 快點報名 因為升 15號 我不太知道 15號是星期幾 15號就是我們所有優惠的 最大優惠的deadline OK 15號是今個星期五的 這樣 現在最大優惠 是可以減到五百至一千元 這樣 當然便宜一點便宜一點好 是不是 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裏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資料 給我一個like 訂閱 按鈴鐺 看廣告多了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你的朋友 快點成為我們相助正式會員 成為相助正式會員 很多好處 接下來會陸續有來的 我們會做一個new sector 有很多後面的產品 譬如我們這個牌 這個牌真是棒 不得了 我們現在的能量 都是這個牌 很幫到手 好 講到這裏 又賣廣告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之有益 有建設性 有意義 有生產力的一周 OK 拜拜 李小寶 幹嘛今天不開工 哼